十字路口车来车往 外送员跟单车骑士停在路中间 僵持不下 单车男像是在化解界 先是牵车挑衅 绕了外送员一圈 但外送员不想搭理他 所以我们离开 他还出手想把人抓住 没成功扯到外送箱 害对方重心不稳摔车 地点在台中中轻路一段上 两人一丝有行车纠纷 直接在路中杠上 呛瞎要不要叫警察 单车男离谱行为 像是死神在锁命 我应该会先把人吓 先骂他一顿 应该会被他吓到吧 因为其实在路上这样子很危险 没想到另一个路口 他又不顾危险上演个人秀 趁着红灯空档骑在内泄 不断左弯右拐 目击民众吓到惊呼 单车骑士一个流畅过弯 甚至大动作站起来 此时另一边车潮刚起步 交错而过 看起来非常危险 他是哪里 好可怕 同一个晚上 骑士马路中央炫技 甚至跟外送员起冲突 出手抓人不放过对方 引起警方关注 慢车驾驶人在道路 马上征先征道 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者 合处新台币 300元以上 100 1千 200元下罚还 马路不是格斗场 警方已经掌握身份 要厘清冲突原因 记者联名李文杰 台中采访报道 那边二优先 一目惨 苁 就算了 那边一目惨 都很赌心的